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里穷到没米没菜 谁会跑到野地里挖这些野菜吃呢 时过境迁 如今这些野菜反而成为香薄薄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 仿佛大家都在想着挖野菜吃野味 村里老人说 以前遍地都是白蒿 这如今再去找 沿着田梗找了一下午就找了这么点 白蒿也只能在农家吃到了 城里怕是买不到 这让人不仅产生疑问 农村有很多的野菜 有些非常好吃 在城市里也有很多市场 为啥就是没人推广种植呢 首先 人工种植的蔬菜都是从野菜选育的 一种野菜进化为常规蔬菜的周期太长 现在吃的很多蔬菜都是从自然界中采集出来的 然后在人工筛选种植出来供人吃 另一部分就是农学发展培育出来的新品种 这期间的过程是很漫长的 再者 虽然我们平常觉得野菜生命力顽强 随便在野地里生长 无人照料 但其实野菜的生长周期特别的短 很多野菜是在春天生长 一般只能吃一些嫩叶或者嫩芽 有的野菜只有几天的时间能吃 稍微长大一点就不能吃了 反过来你看豆角 茄子 西红柿等 吃了还能长 相对来说 种植野菜周期短 产量低 远远不能大量供应 大家之所以喜欢野菜 看重的是它的野味 大家就是喜欢从这种野地里 从山上采下来的蔬菜 人工种植的话 那和普通的白菜土豆就没啥区别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野菜的适用性 野菜之所以是野菜 那是因为本身也有局限性 就连古人也在饿得没办法的时候才吃野菜 而且并不是所有的野菜都好吃 一两次还可以 天天吃可是不行的 野菜那么好 为啥没人推广种植 现在想想存在即合理 所有的事情都有原因所在 所以关于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咯